通常国防部长出访跟一般政客出访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里面国防部长不轻易出去的 出去一定要谈些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讲了美国不是搞了一个六个航母的大的联合演习吗 还有大规模的联合演习 包含陆战队什么的参与 再加上美日还刚刚讲的防空合作 那么美日要发展超音速拦截导弹的还有六年 没有那么快 但是李尚福去你看他上次为什么建海军司令 你建完海军司令就有中国大陆的军舰 跟俄国的军舰在北海那边 在阿留生群岛一直到看他家那边去寻艺 那就是说中俄的海军会进一步 因为将来我可以看得到海森威迟早从商港也变成中国大陆的军舰 因为吕顺大连海森威他是一线的 所以这个地方将来是中国海军跟俄国海军联合的一个重要 来抵制韩国日本跟美国的这个围堵 另外这个李尚福去可能下一步就要谈到就是说 俄罗斯现在弹药不够的时候向北韩调 那下一步呢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中俄合作起来 以中国现在新发展的武器电站装备这个飞弹 如果支援俄罗斯呢乌克兰这个局势绝对没有胜算 所以美国现在是不是在考虑建好就收药要谈和谈了 因为美国供弹药也供得很累了 供得现在连这个我们三十年前就有的托斯飞弹都要用上去了 托斯飞弹就是反战车的 但是它的射距很短四千公尺 所以这个问题看得出我们看这个自危末节就知道你的弹药库存量到了什么东西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你看出来 我们从俄乌战争里面看美国所推销的非对称啊 城镇作战啊 打到现在决胜的兵器是什么 155公里的大口径的火炮 这个变战场上 所以乌克兰一天要消耗八千发呀 不得了啊 一个月要搞掉多少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数字就造成说 那回过头来我们要指引美国要我们做这个非对称作战 你为什么不给我155的自走炮跟足够的弹药 我们非要经历乌克兰那么家破人亡 这个处处是废墟 最后才想到要用火炮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东西要有个反思了 因为这个战场上已经 俄乌战争战场上已经不是坦克的天下 无人机跟长射程的大炮 还有部分的好的坦克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们看俄乌战场不是看任务 要常常想到说 你美国要我打的非对称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不该给我的东西给我 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基本上这两个国家的民族属性是不可能合的 那就是因为历史上的深仇大痕各个东西 第二个老百姓不赞成的就是何必卷入战争 这是第二个考虑 但是美国搞这个名堂可以达成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情报互相 这个是以前有做 但现在还可以加强 第二个呢防空系统的整合 防空系统的整合 美国可以用阿拉斯加的长城预警雷达 构成第一道防线 第二个呢 它跟日本不是两个要共同研发 超音速的反导弹的飞弹 可能要花五六年 因为美国的飙三飙六是拦不住 超高业数的 六年我们就照他讲 那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你在日本韩国建的第一道的反拦截网的话 它的第二道就是伯克级在海上 关到这个线第二道的防线 然后到了美国本土它有第三道防线 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威胁美国最厉害的就是东风系统 四十一五十一都是超高因素 而且是变波的 那这个会议里面一定是这个美国想落实 对美国有利的 那韩国当然说因为北韩常常打飞弹 那韩国南韩当然是希望有这个 从萨德的部署一直到将来 美日发展的这个反导弹 它也可以共享其力 所以我想别的东西 说什么协防或者是美军去接入钓鱼台 我觉得都不可能 这个东西它目前是唯一可谈的三项东西 而且对美国有利 那韩国日本不见得 看谁出的银子多 谁分配的利益多 才有妥协的可能 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 是属于奴家文化的一个民族 就是说多多少少 韩国以前学汉文 读中国书 中国人父亲死了要定优的 定优就是连官都不能做了 回家去守三年校 所以今天台湾年轻人可能已经淡忘 但是你还记得家里面 家长走了以后 头七二七三七 一直做了七七 不管怎么样 总要做一两个七 守校 所以尹熙瑞的让人家看不起的就是说 你可以在出发之前 到父亲那个 那个宜室去一下 或者你不去 现在讲良心话 视讯会议你不能参加 你同样在现场你加一个视讯 所以有没有必要这么急的去 这是目前的状况 我预判韩国总统只能敢一任 韩国老不幸是怎么想 我难道要卷入对中国的战争吗 抗美援朝的经验他们还在 老一辈的还知道 年轻的一辈马上感受到 三星现代在中国大陆市场失去以后 你的经济现在已经很严峻了 如果再把中国大陆市场惹毛的话 那韩国的经济会崩盘的 因为你已经没有什么再好的市场 来替代中国大陆这么庞大的市场 所以经济也摔退 老不幸也不满意 加上对战争的威胁 我断定他能不能干满 还不知道至少下一任总统一定会改变他的态度 这个我们如果看这个贸易岛的那个受灾的那个照片 真的我们就想到以前两部电影 一部基督教圣经的天火粉尘录 上帝打下来这个天火烧了 还有一个旁贝古城火山爆发 那个人都逃到海边 逃到船上去都幸免 不能幸免 无法幸免 这一次贸易岛不是 野火一直把海景房的房子都烧光了 老不幸都跳海逃生了 这个场面很惨烈的 贸易岛是很漂亮的一个岛 这个拜登的我觉得他有点政治上有点短袖着了 你这个记者问你你应该讲我已经下令谁谁谁在开始展开救灾 我也协调党里面怎么民主党发动国会里面什么救灾的预算 你知道不一定要你总统签去啦 那不像台湾台湾很小的 蔡英文一个钟头两个钟就到了嘛 对不对 他那个五十几个州对不对 那当然可是你处置要做的 结果来你跑去度假 就给人家一个相对剥夺感 那真知道你这个不知人民的干苦 尤其这个灾民到死伤到九十几人在美国算是很严重的 还失踪一千人 失踪的人很可能就是死亡 他们的州长不都讲了吗 这个死伤可能还要再翻倍呢 因为这个这种这么大的风速 吹这个火那人跑不过它了 我们在历史上看 在大草原里面作战看人家放野火 你跑不过 你骑马都跑不过那个火 它怎么办 要自己放火 先烧 跟你一样的速度嘛 你烧过来的时候我放的这个火啊 把后面的这个地空出来我就能成火 所以台湾老百姓不知道这个野火 在有氧气的风的强烈吹逐之下 你跑不掉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场面很惨烈 比以前那个洛杉矶那个好莱坞那个火 看起来没这个大 加州的野火是不是 对 没有这个大 因为它是个岛嘛 对啊 而且加州野火也没那么多人口啊 对 没有死伤这么多 是 因为昨天我去看节目讲 赖老师不是讲吗 它的消防员是内陆的一半都不到 那你怎么来的 你说开火象啊 这个都来不及嘛 对啊 而且它自己的法令 也不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对 房屋跟树林野草那么近 对 那风一吹 风吹起来还有那个炭火火星 就到下面又点燃 这个的确是 美国很丢脸的一件撤军 因为撤军呢 在军方的思维里面 它有一定的做法 你比如说我们要撤军 或者要突围 或者要跑掉 撤退 我都要向外扩张一下 懂吧 让敌人感觉到 我不是在逃亡 我往外扩张 这个时候美国军方 就应该加重它的兵力 让它扩一下 然后呢 部署好阿富汗的政府军 甚至于我的武器 不应该自己破坏 交给了塔利班 这个武器就可以让 这个阿富汗的这个部队呢 顺利的接收 因为阿富汗的这个战史里面 有一个就是美国啊 因为阿富汗政府军也跟塔利班 打了多少年的仗了 很有经验 美国就拿它那一套准则去训练 所以你知道你竟然训练了这么久了啊 那你就把美式武器交给它吧 那它也可以帮你撤退的时候当断后的部队 那你撤退就不会那么张黄嘛 你可以把阿富汗跟你亲美的人士弄走 美侨弄走 美军弄走 最后让政府去 结果看出来就是国务院 也跟它协调的不清楚 那跟阿富汗这个当地政府 美国夫职的政府 没有做好协调嘛 我们以前打仗撤退就要有掩护断后的部队 这个时候最适合的应该是阿富汗的部队 而且你要把钱这武器都给它嘛 哪里那么丢脸呢 自己沙腿就跑 跑了还把阿富汗的存款给削了 哎呀 这个做得让人家看得说阿富汗老不幸 讲两千多万机民 对不对 你既然说人权 这个政治意志 自由民主 你面对塔利班 你怎么就这样子杀手不管了呢 对不对 而且撤退就很丢脸 这个等于是逃窜 你想他那个基地里面 机场里面多少武器装备 他把它破坏 那你留给阿富汗政府 居然还可以走得很漂亮嘛 对不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对付零下单 感谢了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